IGE就是这三班固定没有给到NIP 嗯 一把都不愿意放 勒芙兰开出来 要直接相信Rookie 给他拿到这个英雄 直接打中野强节奏吗 NIP 上一把Rookie也是感受到 就勇文这个英雄肥 哪怕再肥 我团产作用也就那么大 而且到时候打边线的时候边带 来了 加里奥 来了 南枪加里奥 两边要开始碰中野了 继杰拉之后 现在是他的第三个EP野盒 而IGE这边的话 最后也是帮最爱拿下了一手凯南 增加开团 这把大家可能 这个焦点要放到Rookie的暴女 能不能去起到一个比较不错的节奏 两边的带先攻的单位都点了反线 主要在点1-2的时候 这个先攻卸完之后 跟他配套的反线可能就也没那么强了 IGE的小点子 直接打 知道草里有人尝试了一勾 勾出了余阵 帮忙扛了一下 但是卓的闪线还是不可避免的得交出来 这一波是囤了一波大线哦 这一波的话 只要FS还没升到三级 可能是个伏笔 这边的话尝试了一勾 两级的卓哥 勾到了Vampire Vampire这边可能会扛打扛死 一血是由这边卓哥吃下 只要FS还是两级的状况 蓝枪已经没有血了 主要就是越掉FOTIC FOTIC有一波限是吃不着的 练到了这个位置想尝试弹杀 要A死了 Nanny被折磨的够呛了这吧 还是因为他对南枪的这个地方做得太好了 南枪前三发子弹全都被挡掉了 没办法呀 你这个英雄月塔是常这样的 是 刚刚也是看到第一视角 对 而且其实前七南枪如果想要月塔的话 那个鹰雾弹还是蛮重要的 而且再加上自己手长的这个先攻优势 又可以不断的在你身上去 就是W做位移 然后过来拉一个QE 这种 下半区直接给引燃 FOTIC直线的往后走 卓哥 哎呦 闪现再给控暴女来了 这个位置三个小兵也能持续的去打对方的人 这一波 叠满了毛这里再爆开 直接让FOTIC拿到了这个人头 暴女也通过自己的E技能吃到助攻 Vampire的小点子 出问题了 这一波有点太着急了 中路已经领先800了 下半区 刚才完Vampire就已经准备发起进攻了 6级了 反手去勾勾小安 这边的话又弹尝试去骚扰一下 卡莎6级能操作吗 主要是这边三打二 NIP还想去操作不了 卓也跑不掉了 哇这个 埃及这里 是高 5级的女毯 6级的泰坦 但是这一波 蓝色方依然还是没有想打的第一时间 但Rookie到场了 但Rookie的蓝量不太够了 最多感觉放两个技能 就要空蓝的一个状况 这边没派又来了 只过来了 加料有大招 英雄登场 下来想秒Akima 这个潮走 潮走不是很好 只潮到了一个卡莎斯 后面的话金灵球 吸回来砸一下给了击飞 卓已经先行把Nedek输掉了 后面再往前走 这边是一个进挽水 没有那么好的女人手段了 最后还是做了一个中斧的兑换 是 第一时间动这个潮丛的timing不太够 Rookie这个位置会被命中到 这边一套控制 交出闪现 打了半血 DW上来 给有余震 余震这段时间内接R 但是余震也消失了 但是还是打了 直接打出闪了 还是打了最安的一个闪现 主要是Aki在往下走 确实 这个位置 Aki过来一标 标到 但是第一时间 反正虽然伤害有点高 但是伤害还是依然差一点 把Aki这边打到了一个死血线 塔皮也是吃了相当可观的数量 而且卓哥 卓哥 一勾做控制底下 但是没 有闪的他 选择不交这个闪现了 最终是被终极爆弹给收到 遭到了埋伏 下半角 感觉有机会去弄一下这个没有闪现 没有大招的凯兰 一标 标到了 那这样的话可以轻松的拿到这颗人头 你别说 Aki这标还挺准 对 一只 闪现给乔坟 乔坟给到 有精华水月 再复制过来 来往前走 我以迷宗的魅力啊 这个位置的话 还可以再等自己的技能CD 你是硬扛的塔过来 但是Rookie这边 把线给清掉 这样的话这个应急是不能回去的 Rookie应该还是要最终阵亡了 被秒潮一拳 再回来 拖了足够多的时间了已经 埃及也知道 不行了 哇 头还是给到了 别拖了 格雷福斯还是吃到了头 想抓凯南 凯南有闪的 这个位置 直接给踢 有闪有大 能想的话 链子空掉 反而是加里奥这个位置 可能会有点危险了 呃 四打三哦第一时间 但是后续的话 红色方马上来 将变成一个五包四 而且后面还坠着一个卡丽丝塔 第一时间到不了场 一二连招正面出手 前面做了阿几 阿几交产 还是被英雄登场给震了起来 但是后续上还跟不上 诶 但Vampai的点燃是完全的成为 而且正面的话 葵桑提也倒地 一方面感觉也比之前有所进步 但是正面的话 看一下又要帮NIP的下路穿阻 VOTIC直接被指到了 打出了进化 往后滑步 闪现上来的杜朗护盾 大招给到卡丝 反手成了冲击 找到小安 小安这个位置半血 闪现躲开了Rookie的一套 但正面的话 另一边的Vampai已经倒了 神奇哥想要去找葛雷福斯 但第一时间 反手有最安的一个解围 正面直接交出大招 自己先倒地 最安闪现脱离 反倒是阿几倒地 葛雷福斯拿下双杀 这样的话 应该是来到一个8-0的人头 已经双杀了 两枪不掉了 葛雷福斯的魅力 这一刻GLFS就是葛雷福斯本人 再来一发撞墙KL 逼走了Rookie 终于他也有了 现在场面上的局面 已经来到了接近5000的差距 现在NIP可能是比较着急的那一方 尝试了一勾 勾到墙了 葛雷福斯是大快速拔枪 位移到上路 而后续的话 卓哥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命运的呼唤 可以拯救一下 只要一旦被对方给勾到 女坦先开的情况下 来了 直接闪现给KLK 神奇往前顶 大招待一下 但侧夜 最安的大招是选择给到了Rookie 小安被珊奇一个人给切掉了 珊奇什么情况 在我们没有细细看到的上半圈 在人堆之中 四楼之中 他还走了 万局从中 杀掉了安 去上将首级 珊奇哥 发出了 布林泽的一个掌声 但是阿Ki这个位置又被命中了 阿Ki赶紧交出自己的闪现 这边的一个深海冲击 冲击起两人 卓哥的自己的血量也不太好 对位领先三千 我们来看一下珊奇的这波操作 闪现的Q 但是后续没人能跟 后续珊奇是EW上来 直接命中小安 然后利用自己的大招 接上刷新的W 只能说这就是奎仓题 对 珊奇已经在下路给压力了 正面的话 然后再假开 Nanny来了 Nanny 目标是谁 目标是Fultic Fultic是有进化的 有进化往后走 卓这边也有命运的呼唤 浩真以霞慢慢的去处理 可以TP来到正面 再继续的去对方 跟对方做一个搏斗 怎么说踢过来了 龙的血量三千多 看抢了怎么说 抢到了 阿Key抢到了龙 但是阿Key瞬间也融化掉了 但正面同样的珊奇哥也进去了 带走里面的卡莎 可以完成当然的切剎吗 但有点做不到吗 这一波 一上来Q3被躲开了 最终珊奇哥也是争亡于人群之中 但是这一波 已经是完成了大龙的获取 对于这帮小伙子们来讲 这一把前面的优势足 哎 这个火龙果 打的位置有点太刁钻了 闪现 闪现一技能 但是两枪 有假身 有假身 假身能出吗 哇 但链子关键的控制是脱离了 这边格雷福斯的攻击范围 但是Nanny也被这边的卓给弦出了 但这个限制的太长了 比命还长 Rookie被罪案追死了 看下这一波 这主要已经被照到的情况之上 直接点了一下这个火龙果 这有点太不应该了 这波只能说高压之下 连Rookie也出现了失误呀 对 而且这个确实是一个偏低级的失误了 动这个大龙 但手上第一个远键改造已经交掉了 正面必须得有人去顶才能获得 感觉想开了 直上来直到一个披露先锋的魂桑体 这边泰坦就是反开 但是这个坦度根本无法支撑 太痛了 第一次就被弄出来了 飞进来 找Folik Folik要被切掉了 小安持取后排正面 三级也顶不住了 感觉这个团队是一碰即碎的一个画面 最安也掉出来了 这边Nanny还连住了 这一波如果打熟的话可能要 但是三级哥 人群之中利用着自己的大招 成功的斩下了南墙的人头 一千块到手 Rookie这种状态还非常不错 即便说自己是没有办法杀到你 但利用这个W也能走 有清华水月 一个隐身是成功的躲过一几 而且后续还有暴女的奶 在正面的话同样也有一个 烈级罗地形的大水龙果 而且后续还有TP TP过来的话 又是一个残局 这边的话同样的最安马上要到场 第一次呢 我看秒谁秒Rookie Rookie这个位置 某一名都踩过来 直接被小安秒掉了 三级还想做英雄吗 再给一个Q 三级哥真的太精力了 感觉三级这么又无敌力啊 再往前追击 但是最安还在 正面的话 虽然说 最安收到了一个残血的暴女 埃琪可能要直接动了 等IP必须得来接 如果放掉这个大龙 基本上就等于是 把胜利拱手枪上 打太快了 真的打太快了 正面暴女有点进不去了 尝试的一标 暴女没有抢到这个大龙 两边已经扭打作一团了 央琪第一时间就被打出了自己的 这个就打不了了 被秒了 正面感觉 NIP已经溃不成军 闪现的W嘲讽 后续端精力球 撞了一段佐哥 也立即倒地 后续就是南枪的 邦邦做人球了 阿Key垂死是换掉了一人 这就要被移搏了Vampire 直接往前顶去承受防御塔的伤害 剩下一个阿Key 也没有办法阻止对面 IG直接选择不管他 在推平出基地之间 还顺时抽掉阿Key 我们要恭喜IG 拿下了D組 也是属于自己 在这个赛基的手上 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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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